據了解,運輸署星期五會見業界 受內地研究進一步收緊車輛入境管制 計劃對入境內地的貨車實施單商號限行 即是規定車牌尾號是單數的貨車 只可以在單號日子行駛 尾號是雙數的貨車在雙號日子行駛 目標是壓縮一半的貨運量 業界強烈反對 本來一萬部車做的事,只剩下5000部車 你又將它的運力壓縮了一半 我相信到時我們前線市的收入 甚至我們運輸公司也會倒閉 因為你留下一半的運力 公司完全是不夠成本的 至於運送日常用品和新鮮食品的貨車 是不是也都在管制範圍 蔣志偉說細節還未確定 但相信即使實施管制措施 有關貨品初期可以獲潑免 早前有建造業界得飾 臨近農曆年 不少越港博船的內地船員計劃提出